讓我們可以進校園 我們可以到各班去巡迴 然後讓孩子知道說 這麼樣辛苦 製造出來的東西 為什麼大家一直認為是 這個價值是非常的高 那個問題是 應該說價格那麼高 是因為它的價 背後的價值 還有這麼多人的用心 這麼多人的努力 所以 我們希望說 我們的這個巡迴課程 可以很成功這樣子 然後讓大家能夠 孩子除了在校園聽了之後 我們也帶動老師 然後也希望他們回家 可以跟家長分享說 我們這一群環保志工 是如何的在清靜大地 如何的在用心的做 而不是只當他是一個口號而已 志願說拿著這個棉花糖機 我要去巡迴班級 因為我可以每個禮拜 到不同班級 我去巡迴去講 我有興趣 但是我也希望說 我們有很多的教具 可以讓孩子去摸 尤其是說我一直強調的 搖籃對西途系嘛 搖籃到搖籃嘛對不對 那一個毛毯我很有興趣 就是說平常我們的毛毯 孩子都摸過了 其實我們課程上 我們都講過 但是毛毯回收再至 我也希望孩子去摸 去感覺 這樣子的話 他們印象會很深刻 如果光講的 我覺得現在的孩子光講 他們印象不深刻 剛剛鼎明師兄也講過 你讓孩子去摸 你讓孩子去發問 我們用Q&A的方式 其實他們印象是深刻 然後印象深刻的時候 就會有行動出來了 陽光基金會今天聽起來 其實他們也是一個 也是比較弱勢的一環 也很少人可以去協助他們 去把這個東西做得更好 那我們不但能夠這樣 全力去配合他們 還提供了不同顏色的 好像讓年輕人 又覺得這個東西是更美觀的 不是只有治療而已 還讓他們在外觀上 感覺到更好 好